是的 同样的剧本在美国两党之间再次的上演 那其实观众朋友对美债违约这几个字其实感到不陌生 因为在美国的历史上的确有几次来到了危机的边缘 那这次我们看到举债的规模相当的高 而且考量到美国现在经济现在的体质才经历过这个新冠疫情的冲击 通膨还没有打下来 如果这次发生违约的状况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 那其实目的也就是专业的这个信品机构他就提出了预测 如果美债违约短短一周的话 美国会流失100万个工作机会 失业率会飙到5% 那注意哦 现在才好不容易压到3%左右提升到5%相当的严重 另外就是GDP会掉0.5% 单一事件就让GDP掉这么多相当的严重 那听起来已经非常的惨了 但是如果违约的状况持续6周都没有调高举债的上限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美国继续的倒债会流失700万个工作机会 失业率飙到8%现在的一倍以上 另外就是GDP会微缩4%比战争还要伤 那目的也预测这样的经济冲击呢 10年之后都会感受到它的余威 如果美债发生违约的话 美股必定崩盘而且不敌还预测市值可能会损失三分之一以上 另外就是美国的家户财富会蒸发这么多 12兆美元什么意思呢 美国人整体变穷这么多 另外就是借贷的成本提高 因为美国公债的殖利率飙升 还有就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不能够再借钱了 很多的钱发不出来 包括是退休金的部分 还有社会安全的补助金 全美6600万人口 包括是退休族还有伤残人士 没有办法领到这些钱或者是完领到 另外就是美国的医疗保险 联邦医疗保险跟联邦的资金环环相扣 这次如果发生违约的话 医疗体系有没有可能会崩盘 这个也是大家所担心的 最后非常伤感情的也就是薪水的部分 因为联邦政府已经没有办法再借钱了 薪水发不出来 200万的公务员 还有140万的军人 薪水遭到拖欠 连承包商的款项也可能会暂时拿不到 那拜登政府这次其实一再强调 美国的政府没有倒债过 这次同样不会发生 这是真的吗 其实严格说起来美国的历史上发生过几次违约的状况 只是有一些历史相当的久远 包括是1814年当时美国在跟英国人打仗 战争的花费非常的高 美国财政部的确有一笔这个公债的利息付不出来 发生了违约的状况 另外时间拉近到1979年 当时是这个卡特政府跟现在状况很像 跟在野掌控的国会在讨论是否要提高这个举债的上限 8300亿美元 陷入了僵局 那当时其实发生的是所谓技术性的违约 因为财政部归咎于清算系统发生了问题 并不是蓄意的违约 即便如此 当时有注意到金融的市场还是发生了动荡 但是最严重的就是近年的2011年 美债危机 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美国没有违约 但是在到期前的几个小时 两党达成了协议 把市场吓出一身冷汗 而且最严重的就是遭到标准普尔 信用平等降级从3A原本是无风险 降到了AA+,这个是历史上首次 当时黑色星期一还记得吗 美国三大指数包括是NASDAQ S&P500还有道琼 跌幅大概5%到7%左右 创下了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惨的一天 而且全球的股市当时还有更迭 油价崩盘金价动荡 当时的时代杂志的封面非常的传神 乔治华盛顿被打了一个熊猫眼 代表什么意思 美国的信用挨了一记重拳 没有错 当时美元在国际上面 储备货币的地位遭受到质疑 不管是当时执政的欧巴马也好 还有在野的共和党也好 当时的民调我们看到 其实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那这次拜登寻求连任 当然不希望历史重演 不过不可否认的 举债上限已经被两党当作是政治角力上面的一种武器 他们在玩什么呢 胆小鬼赛局 看哪一方先退缩 把美国拉到了倒债的边缘 那根本的原因就是 美国两党在施政理念上面有很大的分歧 到底是要向民主党所说的 继续的增加政府的开支 提高举债的上限 提供美国人民更多的福利 还是要向共和党所说的 删减政府的开支 减少政府的干预 想必在2024年大选之前会继续引发论战 以上是今天的看世界说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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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